昨天,央行降准,公告上说,除了偿还到7倍MLF,剩下的7500亿要扶持中小年营实体经济。 这几次降准,都是说为了中小企业,背后的因素值得分析。 长久以来,中国经济有三张牌,名牌是投资,爱牌是出口,底牌是消费,如今都有了变化。 失效的名牌,投资,看统计,已到8月份我们的固定投资还在上涨,明天投资也已经回升到8.7%,但是现实的情况好像不世界一样。 感谢数据,长久以来,作为拉动中国经济的最重要的发动机的投资,已经在慢慢减速。 一方面,随着编辑效益地减,单位投资拉动GDP的效果越来越差。 徐晓明说过,以前一块钱投资能拉动两三块钱的GDP,现在一块钱投资下去,只能拉动七毛钱GDP,不划算了。 另一方面,市民间投资意愿不强,这个说起来很复杂,失业不赚钱了,前些年做失业赚钱但是利润不如炒套房子。 现在实体越来越难做,供给测,环保,社保,贸易摩擦,很多民营企业主都不想做了。 所以,有人分析这次降准,其实并不是银行缺钱,而是传达不下去,放不出去。 为什么放不出去,参考上面,剩下的自己体会,降着的想法挺好。 效果估计要打折扣,被弹开的安排,出口。 回到2001年,中国加入WTO正式加入世界贸易体系,逐渐成为世界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 中国成了世界工厂,但是国内根本消费不了那么多产品,所以大部分生产的商品都要出口创汇。 不过近些年,随着基建占GDP总额8.6%和房地产占GDP总额25%的高速发展, 出口的GDP占比从最高的38.0%下降到现在的22%,而且,随着中美贸易进一步摩擦,出口这张牌已经摊牌了。 一、美国正在全球签订双边贸易,美加、美墨、美欧、美日,正在全球范围内和中国争夺创数市场。 二、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,新兴市场的培育还需时运,出口这块肯定要受影响。 出口的牌已经摊开了,美国率先抢夺创数市场,中国令机器尽开拓新兴市场, 估计新兴市场也会迎来一番争夺,打不出去的底牌。 消费,喊了好几年的扩道内需,说了无数遍的三驾马车,消费就是提不起来, 原因也很好理解,以前大家过惯了穷日子,不舍的消费,加上社会福利一向不够健全, 大家潜意识里,都要有点勤以备不时之需,有钱都存起来,等到经济挖展了, 大家都有钱了,房价起来了,炒房的炒房,接盘的接盘,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的一起, 把钱都投到砖头水泥里去了,有数据统计,目前中国居民家庭债务占比和支配收入, 已经高达90%,有的城市超过100%,居民没有钱,如何消费,何况通胀还在蠢蠢欲动, 国庆去加油,95号汽油都涨到8.3了,记得签不久还7.6,超市里买三个西红柿要12块钱, 下凉兼产,非洲猪瘟,原油占上80美元,居民没有钱,物价还在涨, 这张消费的底牌真心打不出去,期待下一个王炸,投资吸货,出口受阻, 消费还打不出,手里的牌不好,就期待王炸,这不是个好习惯,上一个十年, 房地产这个王炸已经够人们受得了,所以没有什么捷径, 一,提高国内效率,不只是产业和企业效率, 还有资本和人力资源的效率,这就涉及到会莫如真的分配问题, 资本和人力被激发,效率和创新自然就有了,分配合理了, 内需市场也就扩大了,二积极参与全球要素竞争, 从资金,技术和市场,加入的全球竞争当中, 方会比较优势,不惜短板,继续对外开放,不用出王炸, 这样就挺好,十月中旬,主编私长会, 十人,私套房本要求,兴趣者联系我, 家庭财富管理,持续价值投资,云房优道, 关注中国式家庭财富成长,持续价值投资领导者, 核心价值观,秉承国家方向,顺势而来, 为中国家庭财富管理增专天网,核心方法论, 程序化高速发展期来临,技术选优质筹非常重要, 规模发展期一去不返,优化家庭资产投资结构正当时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